第163章 打劫整个集团军 上 经过马龙的审核 独角兽完全可以承载 乌金族和狂战族的战士 作为他们的坐骑 需要一段时间驯服即可 因此 在未来的战斗中 独角兽师团 就将成为无双营主要狙击对象 尽可能去抓独角兽回来 补充到无双营坐骑之中 昨天的救援 可是付出了500匹战马的代价 到现在 第一大队大队长雷子 还在那里心疼吗 无双营的强大 现在最需要的就是时间了 周围青深信 不久的将来 一旦无双营全员装备完成 在有足够的后勤补给情况下 在战场上 必将成为一只无敌之师 只用了一天时间 周围青就将无双营的 一切处理得紧紧有条 在这边停留的时间 将越来越少了 这次前往雪神山 不论成败 当他归来之时 都将使无双营离开北疆 前往天宫帝国之日 在那里 周围青和他的无双营 才将面对真正的挑战 夜幕降临 随着秋季来临 北疆的天气是越来越冷了 天气阴沉沉的 看不见月亮 似乎随时都有下雪的可能 菲儿 周围青搂着上官菲儿的腰 让他依偎在自己怀抱之中 两人就站在周围青的帐篷门口 明天 周围青就将和龙石崖离开了 干嘛 上官菲儿靠在他怀里 却是心跳的厉害 他知道 不远处 姐姐一定在看着他们的 菲儿 我们那事你别担心 我会自己去向彬儿解释的 不论他怎么罚我我都心甘情愿 但是 我离开这段时间 你可一定要天天都想我 天天都梦到我 好不好 哼 那不是要天天都做噩梦啊 上官菲儿没好气地说道 周围青顿时囧了 梦到我就是做噩梦吗 看我怎么罚你 一边说着 周围青低下头 就向他唇上吻去 上官菲儿顿时慌了 就要挣扎 姐姐可在一旁看着呢 她暂时耗描小魔女 也是黄花大闺女 而且还是当着自己的姐姐 怎肯让周围青亲热 菲儿 我伤还没好呢 你要是打我的话 可要救伤复发了 周围青一副可怜兮兮的样子说道 可他做的事 却很是无赖 趁着上官菲儿一愣的功夫 终究还是捕捉到了他的红唇 再强悍的女孩子 被心爱的人稳住 还怎么用得出半分力气 更何况 上官菲儿确实怕触动了他的伤处 两人就这么旁若无人地热吻着 不远处 上官雪儿 站在一处帐篷的阴暗角落中 双手狠狠地拉扯着自己的衣角 一脸狠狠 这个混蛋 太不要脸了 太无赖了 上官菲儿终究还是逃了 但他却很清楚 要不是有姐姐在一旁监督 说不定真会让周围青 这个无赖得手呢 第二天清晨 周围青和龙世衙 悄悄离开了无双营 在无双营内 除了高层之外 普通士兵是不知道周围青 暂时离开的 以免影响军心 毕竟 平时负责训练士兵的 也不是周围青 他不在 也不会影响到全军 当然 这并不影响周围青 在无双营中的地位 可以说 无双营有今天 都是周围青带来的 在临走之前 周围青特意叮嘱了林天敖 虽然只是 请狂战和乌京两族 各派一千人 加入无双营 但装备却都要做两千套 毕竟两族 都有两千战士 无双营 绝不能小家子气 骑乘着独角魔鬼马 在北疆广阔的土地上狂奔着 龙世衙却是选择了一头独角兽 以他的修为 独角兽根本用不着驯服 也会乖乖听话 老师 我们这是要去哪里啊 周围青有些疑惑地问道 出了军营之后 龙世衙并没有像他想象那样 带着他返回内陆 而是一直奔北 看这样子 竟是要直接去万寿帝国似的 你知道什么是天地灵活吗 龙世衙瞥了他一眼说道 周围青茫然摇头 龙世衙道 所谓天地灵活就是天上降下来的 和地下冒出来的 这样的地方在大陆上虽然少见 但也并不是没有 为了至寒至日赶得及 我们自然是要在万寿帝国选个地方 这样才能让你有更多时间修炼 而且 在万寿帝国中的这个地方 乃是天地灵活齐聚 不可多得的火属性 天力修炼宝地 周围青好奇地问道 难道是在万寿天堂里 龙世衙摇了摇头 道 不是 但也就在万寿天堂附近 整个万寿帝国最炎热的地方 万寿皇族诗人族领地内的火灵山 火灵山据传说 乃是天降神火 引发地底灵活而成的一座火山 山顶上中年烟雾缭绕 此山周围五百里 温度常年如酷暑一般 在万寿帝国这么寒冷的地方 也只有这里的温度最高 甚至连万寿天堂那边 能够四季如春 也受到了它的一定影响 火灵山同时具备天地灵活 一直被诗人族霸占着 像伤了你那个诗心王子 小时候就一定是在那里修炼的 诗人族的皇族 具有神圣地灵师血脉 同时具有神圣 光明和火三种属性 而雪神山那老家伙 神圣天灵虎一脉 则是具有神圣 光明和水三种属性 当然 只有他们的直系血脉 才会有这样的能力 同时 具有两大圣属性 这也是雪神山多年以来 屹立不到的重要原因 周围青心中暗想 这火灵山对诗人族来说 恐怕是极为重要 也就老是这样的修为 敢带自己过去 龙石牙道 这几天你不用急于修炼 在路上一定要将身体完全修复好 不能有一丁点的瑕疵 等到了火灵山之后 立刻开始闭关修炼 按照我的计算 想要催生固化龙灵 你恐怕要在那火灵山中 被断体萃魂七七四十九天 才能成功 说到这里 龙石牙眼中流露出一抹浓浓的担忧 显然 这种拔苗助长的修炼方法 令他十分不安 从理论上来说 虽然是能够成功的 可实际操作起来 周围青将要面对的危险 却是极其巨大的 一个不慎 就将心神彻底崩溃 周围青就算留的性命 整个人也完了 变成白痴 那是最好的结果 周围青没有多说什么 既然已经决定的事 就绝不后悔 他没有退路 为了天 为了天 一想到天 周围青就感觉到 自己全身充满了斗志 不就是四十九天吗 要是连这四十九天都冲不过来 自己还有什么自个上雪神山 他们只有两人 很快就进入到了 万寿帝国境内 远远的 万寿帝国驻扎在西北大营的 一个个师团营帐 已然在望 在广阔的边疆上 形成一片连营 与中天帝国西北大军军营相比 万寿帝国的军营 就要减漏得多了 都只是一些临时的营帐 勉强能够驻人 北疆这么寒冷的地方 也就是受人的体魄 能够在这种单薄的帐篷内 生活下去了 驻扎得如此简陋 好处就是方便移动 万寿帝国的后勤军队 一向是数量极少的 几乎人人都可以成为战士 老师 我们怎么办 绕过去 周围卿可没自信到 能够从十几万万寿大军中 闯过去的程度 万寿大军中强者不少 那世兴王子 和他带着的两名天王级强者 估计都在这里面 收起你的马 龙世衙说道 周围卿跳下马背 将自己的独角魔鬼马 和龙世衙的独角兽 都收了起来 龙世衙眼中流露着思索之色 小胖 你说 我要不要先去把那个 狮心王子打残废了 然后咱们再去火灵山 只要我将他那里废了 就算他和你的女人结婚 也是什么都做不了 听着老师的话 周围卿只觉得 一滴巨大的汗水 仿佛从自己额头上滑落 这个 龙老师怎么和穆恩老师的形象 有些重合似的 老师 这是我自己的事 别的战斗可以偷奸耍滑 可以用战略战术之胜 但在感情上却不行 老师 我要在治寒之日 堂堂正正地击败古英兵 周围卿毫不犹豫地说道 要是老师真的出手 费了诗心王子 恐怕雪神山主是 无论如何 也不会将天嫁给自己的 想要得回自己的天 就要凭自己的本事才行 好 有志气 不过 你小子这个废柴啊 龙世衙似乎有些 不太满意地说道 废柴 周围卿有些不解地看着他 龙大胖哼了一声 你还不是废柴吗 要是你能给学老乖那宝贝女儿 来个蓝天仲狱 先有个小小胖 我看他还怎么办 呵呵 老师 你就别枉我了 咱们怎么过去啊 周围卿一脸地无奈 龙世衙微微一笑 道 让你过一把御风飞行的引发 也未见他如何动作 一团清光 已经将他那肥瘦的身躯 和周围卿一起席卷在内 冲天而起 直奔高空冲去 周围卿只觉得 几乎在刹那间 自己周围就变成了浩瀚的风之海洋 浓郁到充斥在他感知中 每一个角落中的风元素席卷起龙世衙 和他的身体植入高空 第163章 打劫整个集团军中 这种感觉实在是太奇妙了 就像是站在龙卷风的顶端 而龙卷风就是承载他们的平台一般 速度奇快无比 宛如流星赶月一般直奔前方而去 老师 像您这个级别的强者都能飞吗 周围卿毫不掩饰自己的羡慕 他也有风属性啊 龙世衙道 必须要有风属性 这是前提 不过也不需要到我这个级别 只要突破天王级 拥有天道力 就可以飞了 天力四大境界 每一众之间都是智的飞跃 从天经力到天神力 大师炼精化气 在炼气化神的过程 天力由无形化为有形 而从天神力到天虚力 则是将天力再从有形化为无形 只是这无形的不同之处 就在于自身所控制的天力 不再局限于体内 这也是为什么 修为超过六诸后 天诸师的持续战斗能力 会大幅度加强的原因 也是为什么我这六绝控计 想要真正发挥必须达到的原因 天虚力是基础 从虚无中引天地之力 为自身所用 而天虚力和天道力之间的差距 则是四大境界中最大的 天虚力是控 天道力是融 到了天道力这个层次 那么 我就是这天地之道 真正的融入其中 简单来说 如果是风属性的天诸师 想要飞行 凭借技能也不是不可以 短时间飞行没问题 但却绝不可能飞得太长 因为它们 只能勉强控制风属性 天力驱动自身 而到了天道力就不一样了 我自身就是风 我荣于风中 又能有多少消耗呢 所以说 想要真正地飞 天王即是基础 听了龙世衙这番不长 但却十分精辟地解释 周围清 顿时有种毛色顿开的感觉 他知道 老师这是在提前指点自己 关于天虚力的奥妙所在 只要他这次 能够突破到六诸 那么 他也将拥有天虚力了 为了节省时间 龙世衙就这么凭借着 天地级强大的修为 带着周围清 直奔北疆深处飞去 在万寿帝国 哪怕是一般的天王级强者 也不敢这么做 就算是天地级强者 也要掂量掂量雪神山 那位的想法 但龙世衙却是丝毫不拒 就那么带着周围清 急飞而去 就在周围清师徒 赶往火灵山的同时 无双营却迎来了一位客人 第七军团军团长神机 周营长不在 神机在中军大战中 见到代理营长华峰 听到了周围清 有恃不在的消息 顿时大为失望 以神机军团长的身份 按道理说 他只要下令 召见周围清就行了 他亲自前来 目的就是为了 卖个好给周围清 事后回报 仔细描述了狂狼师团 和独角兽师团 留下大量死尸的死状 第一次让神机意识到 无双营本身的强大 大战即将开始了 万寿帝国这一次 又格外关注 西北集团军这边驻地 尽管竭尽全力 西北集团军 在这边集结了 近70万大军 可是 对于这一战 军部都不怎么看好 但是 他们不能就这么 退回到天北城去 否则的话 舆论必将令 西北集团军千夫所指 所以 这一战必须要打 在这种情况下 如果第七军团 能够拥有 5000精锐弓箭手的加入 显然对战局 会有利一些 只不过无双营比较特殊 并不是完全受 神机指挥的 所以他才特意跑了这一趟 神机军团长 有什么事 跟我说也是一样 华锋优雅地说道 尽管一身窥凯甲咒 但他却更像一个 绅士一个贵族 神机道 大战一触即发 万寿帝国先遣部队 已经进入我国疆域 不知无双营 可否加入我们 第七军团的战斗序列之中 与我军共抗强敌 华锋正色道 当然 我们无双营 也是北疆战士的一份子 面对敌人来袭 怎能不参战呢 神机并没有因为华锋的话 而心情放松 原因很简单 华锋说的是 无双营来 北疆战士一份子 可没说是西北集团军 或者是他第七军团的一份子 神机也是老油条了 这点词语上的变化 他怎么会听不出来 那华锋营长 有什么需要我们 第七军团提供的吗 神机不动声色地问道 华锋微微一笑 道 我们确实有两方面的需要 第一 我希望在战斗结束后 凡是被我们无双营 射死的敌人 都要兑现承诺发放奖励 神机毫不犹豫地道 这个没问题 这是军部许下的诺言 绝不会反悔 他现在答应得快 但不久之后 他才明白 华锋为什么会强调这一点 华锋依旧是一脸优雅的微笑 第二 神机军团长你也知道 我们无双营都是弓箭手 在战场上 弓箭手无疑是非常脆弱的 而且 一旦我们给敌人造成足够的杀伤 那么 敌人的弓箭手 甚至是骑兵 必定会优先照顾到我们这边 所以 我希望神机军团长 能够专门调兵保护我们 以确保我们的安全 这样才能持续在战场上的攻击输出 华锋提出的这两个要求都很合理 神机此时才略微松了口气 微笑道 这是应该的 我会专门调前几个营 来保护无双营 不 不 不是几个营 是一个师团才行 而且 我要一个重装步兵师团 而且是要有塔顿的那种重装步兵 华锋一脸人畜无害地微笑道 神机听他这么一说 顿时皱起了眉头 华锋营长 这恐怕不行 你也知道 万寿帝国的骑兵有多么强横 我们第七军团 只有一个重装步兵师团 他们是战场上的主力 用来替无双营防御 实在是太大才小用了 这样 我没法向军部交代 也没法向我第七军团的战士们交代 只是为无双营防御 似乎没必要 用这么强大的力量吧 华锋淡然道 神机军团长这么说 是在小看我们无双营了 我可以坦白地告诉军团长 只要我们无双营上了战场 必定会在第一时间 得到万寿帝国那边最强烈的关照 如果神机军团长不同意我的条件 那么 我们是不会冒险出现在战场上的 毕竟 我们无双营每一位战士 都耗费了周营长无数心血 才培养出来 神机的脸色越来越难看了 只是一个代理营长 竟然就敢威胁自己 在他从军这么多年 这还是第一次 华锋营长 请你记住 这里是西北集团军 我尊重周营长 第七军团的指挥官 华锋哈哈一笑 道 那又如何 神机军团长 要不这样吧 不如在战争来临之前 让我们打个赌如何 打赌 神机愣了一下 华锋点了点头 道 很简单 你将那个重步兵师团调过来 和我们无双营一战 我们不用弓箭 以五千人对他们一万人 纯肉薄 啊 神机目瞪口呆地看着华锋 心中暗想 这个代理营长 脑子里有水还是锈豆了 用弓箭兵去和重装步兵肉薄 这和自杀有什么区别 华锋似乎一点都没看到 神机表情上的惊讶 继续说道 双方比拼的时候 都不需使用武器 但却可以穿戴着盔甲 这样能够尽可能地确保安全 神机看着华锋 他突然有种奇异的感觉 似乎自己 被对方牵着鼻子走似的 但要说无双营肉薄 能够赢得了一个重装步兵师团 他是说什么也不信的 赌注是什么 神机沉声问道 华锋微笑道 很简单 如果我们赢了 请神机军团长 按照之前所说 让这个重装步兵师团 负责我军在战场上的防御 纯粹的防御 我要求每两个重装步兵 凭借他们的塔盾 保护我们一名无双营战士 如果我们输了 在今年这场与万寿帝国的大战中 任由神机军团长差遣 并且还愿意拿出20万金币 作为对重装步兵师团 藐视的惩罚 您看如何 华锋都这么说了 神机确实没有拒绝的理由 虽然他不知道 华锋凭什么有这样的信心 可如果他不答应 那么 重装步兵师团 一旦知道了这个消息 必定会引发骚乱的 弓箭兵挑衅重步兵 重步兵怯懦不敢战 军队不同于别的地方 荣耀甚至大于生命 尤其是那些 有着辉煌战绩的编制 更是如此 好 我答应 时间紧迫 这场战前比试 就放在明天下午 一言为定 华锋和神机这次打赌 立刻就传遍了整个第七军团 甚至是整个西北集团军 毕竟 这样的赌约 在绝大多数人看来 实在是太不可思议了 用弓箭兵去和重装步兵肉搏 无数人都认为 华锋一定是脑残了 对于无双营 第七军团中最熟悉的 只有十六师团 其他师团相对来说 都只是听说过而已 也都得到过严令 不得和无双营冲突 与万寿帝国的战争就要开始了 难得有这么一个娱乐的机会 整个西北集团军都因此热闹了起来 第163章 打劫整个集团军 下 而就在这个时候 无双营那边却开了十个盘口 接受所有赌注 赌注是重装步兵营 一赔一百 无双营胜 一赔一 这个举动 毫无疑问极度地激怒了重装步兵军团 同时 也令西北集团军一片哗然 胆敢开出这样的盘口 毫无疑问是对自己有着绝对的自信了 而且 这本身就是对重装步兵师团的强烈挑衅 头脑简单的人 几乎是毫不犹豫 就跑过来下注了 有人送钱 他们怎么会不接着呢 而稍微聪明点的人 也只是认为 无双营这个举动 是为了激怒对手 好给自己争取一些机会 却很少有人认为 这是无双营 对自身实力 有着绝对自信的表现 一时间 观望者有之 下注者有之 之所以观望得多 是因为他们 不相信 无双营有对付赌约的能力 但是 当天晚上 这个疑虑就被打消了 无双营不知道从什么地方 弄来大量金币 在十个盘口后面堆积如山 并且派了重兵把守 这一下 第七军团可真是炸了窝 投注者数量暴增 西北集团军军部 也在第一时间得到了这个消息 可他们想要 再阻止 也已经来不及了 因为已经有太多的军官和士兵 为了这一战而下注 如果在现在这个时候 阻止并且没收赌注 毫无疑问 会对西北集团军事器 产生极大的打击 而且 无双营毕竟有着浩渺宫的背景 这也是西北集团军军部这边 没有轻举妄动的重要原因 在这种情况下 这场声势浩大的赌约 居然就这么达成了 银长 投注的人太多 我们已经 有些记录不过来了 魏风急冲冲地跑到银帐中 向华峰回报 他把自己的位置摆得很正 虽然在修为上 他甚至还要比华峰高一点 但是 对于华峰的能力 魏风是完全心悦诚服的 不说别的 单是那一手神乎奇迹的剑法 就令他佩服的五体投地 他还从华峰这边 学了不少东西呢 听了华峰的话 华峰微微一笑 道 没事 告诉盘口那边 只需要记录 投注在我们身上的那些 就足够了 投注在众部兵师团那边的 不过是送钱而已 现在我们收了多少赌注了 听了华峰的话 魏峰的脸色 顿时变得有些古怪 已经超过五百万金币了 普通士兵投注的不多 毕竟他们没什么钱 但军官们投注的都不少 无数人等着看我们笑话呢 华峰微笑道 那就让他们看好了 是啊 让他们看笑话吧 抢劫一个集团军的感觉 真不是一般的好啊 最流氓罗克敌靠在椅子上 一脸狡黠的神色 天公营七大神剑手此时都在 他们正合上官分 林天敖等人 商量着与众部兵师团 这一战的具体情况呢 魏峰有些担忧的道 只是 这么一来 我们可是 要得罪整个西北集团军了 华峰微微一笑 这个魏峰虽然能力不错 可惜格局小了点 目光不够长远 说起来 还是围倾那个小坏蛋厉害 这场赌约 就是他临走之前布置的 至于这里面 有没有他那个无赖老师的影子 在里面 可就不好说了 反正慕恩现在 一副老神在在的样子 似乎什么都和他没关系似的 只不过 他的右眼亲子 不知道被谁揍了 魏夫营长请放心 或许我们这次是要犯众目 但是 在眼前这种特殊的情况下 却不会有什么大问题 毕竟 大战在即 万寿帝国大军 很快就会抵达前线 只是输钱而已 暂时对我们的怨气 还爆发不出来 只要我们在战场上 证明我们自己 他们有苦都要咽到肚子里 魏峰这才有些恍然了 赶忙下去继续布置了 正在这时 营帐外 一个彪悍的声音响起 莫恩 你给我出来 听到这个声音 莫恩顿时脸色大变 身体向后一道 一个后滚翻压倒了自己的椅子 直接从营帐边缘钻出了帐篷 红玉气冲冲地从外面冲了进来 一进大帐就怒吼道 莫恩呢 那个猥琐的老无赖呢 华峰有些错愕地道 红玉组长 您这是怎么了 红玉怒哼一声 华峰银长 这是你们都别管 我不做的那老东西 他妈妈都不认识他 我就不叫红玉 一时捏了个兰花纸 大姐 你这是干嘛呀 莫恩他怎么你了 红玉怒道 那个老无赖 竟敢偷看老娘洗澡 一听这话 众人进阶骇然 同时朝着莫恩离开的位置指了指 红玉这才怒哼一声 转身就走 直到他的身影都消失不见了 天公营众位不禁面面相去 最后目光都集中在罗克迪身上 罗克迪一脸无辜地道 都看我干嘛 我没去 我可没老无赖那么重口味 好吧 我说实话 昨天他是让我一起去的 说什么乌金族这么有特色的美女 一定要看一看 可我喝多了 懒得动 就没去 他去偷看就算了 竟然还被人家发现了 哎 老无赖退步了呀 华峰拍了拍额头 希望他别被撕碎了才好 真不是一般的重口味 红玉族长的体型 那可是比乌鸦还彪悍啊 以他那身修为 要是给莫恩一巴掌 我都不敢想象 谁草魅眼一抛 还是我好吧 我对你多温柔啊 上官菲尔在一旁 已经有些看不下去了 悄悄地溜了出去 去准备赌月之战的事情 他现在已经越来越明白 为什么周小胖那家伙 会那么坏了 跟着这么一群老师啊 上官菲尔前脚刚走 后面天公赢几个无良的中年人 就开始打赌了 我赌慕恩 这次至少要在床上躺一个月 高声毫不犹豫地说道 我赌两个月 谁草嘻嘻笑道 华峰皱眉看着他们 你们想赌我不拦着 可谁坐庄 不要指望我 毕书的赌约我没兴趣 不如我来坐庄如何 罗克迪醉眼朦胧地说道 众人对视一眼 对于喝醉了的人 不趁机敲诈一下 似乎很不礼貌 华峰问道 你这当庄的要赌什么 罗克迪打了个酒鸽 我赌用不了多久 红玉族长会小鸟一人般 被老无赖带回来 而且还会寒情默默地看着他 甚至还会嫁给他 众人的嘴角都不约而同地抽搐起来 一时间声道 这货真的喝多了 好 我们和你赌了 碰打落水狗 一向是天宫营的传统 众人纷纷吓住 唯一一个没有吓住的 就是平日里异常沉默的韩默了 别人都吓完住 华峰看向韩默 见他 你怎么不吓 韩默摇摇头 道 我怕输 高声惊讶地道 输给这个罪鬼 怎么可能 你没听他说 他赌的是什么吗 韩默淡淡地道 我只知道 我们之中 他和老吴赖最熟悉 你们什么时候 见过老吴赖那家伙 做过这么无厘头的事 有猫腻 众人下意识地 一起回头向罗克迪看去 却见到这家伙 正在飞快地 将所有堵住金币 收入自己的储存戒指中 感受到空气中 明显不太对的气氛 之前还醉眼朦胧的 罗克迪抬起头 有些尴尬地笑笑 什么猫腻啊 我怎么不知道 华峰咬牙切齿地说道 说 说了 我们就当花钱买消息了 否则的话 后果你知道 眼看着众人 都在摩拳擦掌了 罗克迪 只得哭丧着脸道 说 我说还不行吗 你们应该知道 这么多年以来 穆恩其实是一直 戴着人皮面具的吧 众人下意识地点了点头 这个秘密 只有他们天公营 几个人知道 连周围亲都不清楚 罗克迪道 穆恩的面具 就是因为红玉族长而戴 说得再清楚一点 乌鸦吧 其实是穆恩的女儿 啪啪啪啪 地上碎了一地眼珠子 第二天下午 约战的时间终于到了 无双迎开的盘口 直到前一刻才刚刚停止 累计收到了 一千万左右的投注 这个数字 在军队里 已经是相当恐怖了 要不是西北集团军 现在算上后勤补给 足有近百万人 想要凑出这么个数字来 也是相当困难的 而这一场赌约 也成了整个西北集团军 全军关注的大事 第七军团重装步兵师团 早早就来到了营地外 没有武器 却全都穿着 他们厚重的铠甲 哪怕是离得很远 都能感受到 他们身上的疼疼杀鸡 试问 哪一支军队 被人这么挑衅 能忍得了 真是叔叔可忍 审谁也不能忍啊 重装战士的军饷 一向是军队中最高的 这重装步兵师团 从军官到士兵 几乎是连内裤 都典当了 砸在无双迎的盘口上 此时 他们的战役 已经燃烧到了 无与伦比的程度 甚至比面对 万寿帝国大军 似乎已经看到了 无双迎士兵 在他们手中 被蹂躏的情景了 和他们相比 正好相反的是 直到约战时间 即将到达的时候 无双迎才缓缓走出了营地 第164章 殷损 粘坏 上 此时 不只是第七军团的高层 整个西北集团军高层 几乎都已经来到了这里 围在远处等待观战 而第七军团军团长神机 就是这场约战的裁判 无双迎这边出阵的 正好是5000人 其中有3000人 都是身穿着全身的银色甲皱 还有2000人则是不一 最令人奇怪的是 在这2000人中 竟然还有一千绝大多数是女性 但身材却相当彪悍地存在 如果周围青还在无双迎的话 看到华峰这么安排这一战 他肯定会说 做人不能这么无耻啊 不过无耻的我好喜欢 毕竟收了1000万金币 而且几乎没有压无双迎迎的 华峰的原话时 我们总要多出点力气嘛 于是乎 除了无双迎这边 选出了最能打的3000人之外 狂战 乌镜两族还各出了1000战士 原本马龙和红玉的意思是 这场约战他们包了 看着堵住那堆成金山一般的1000万金币 他们的眼睛都红了呀 要是这一战他们包了 肯定要拿大头啊 两族虽然各有战士2000 可就算是年纪小一点 或者是大一点的老弱妇孺 也不是普通人所能相比的 凑出5000人还真问题不大 不过 这个提议终究还是没有通过 最终就形成了眼前这样的局面 赢了这场比赛的话 黄战和乌镜两族可以各得到100万金币 毕竟 这场约战是华峰他们组织的 就这样 华峰还是很给他们面子了 剩余800万金币可是全都归功的 原因很简单 那些拿了装备 宁行卷轴的战士们 绝大多数还赦账呢 奖金冲账都远远不够 自然要冲攻了 只是给他们减点账单而已 对于这些内幕 外人自然是都不知道的 眼看着无双银战士走出营地 脉象虽然也还不错 但和那一万名身穿重型盔甲 宛如钢铁洪流一般的重装步兵相比 怎么看都像是随时可以被碾压殆尽的样子 这可是团战 就算个人实力强一点 在这种级别的战斗中也很难起到太大作用 除非是天王级以上的强者 神机早就确定了 无双银这边那位周围青的老师和周围青一起临时离开了 并不在 至于无双银的其他强者他 虽然也有些判断 但却不以为意 要知道 第七军团最为精锐的军队有两支 一支是人数达到5000的重装骑兵师团 他们配上其他师团的重装骑兵营 能够组成一个满编制的重装骑兵师团 另外一支 就是眼前的重装步兵师团了 这一万人都是酒精沙场的老兵 在战场上 他们最重要的任务 就是阻挡敌方骑兵冲锋 压住阵脚 凭借着强横的塔顿和苦练而来的力量 单纯比单兵素质 他们甚至还在重装骑兵之上 重装步兵师团的师团长奥尼 本身也是第七军团的副军团长 级别只是比神机差了半级而已 在第七军团 有着相当高的地位 本身更是一名七诸修为的天诛师 上官菲儿和红玉 马龙 林天敖三人一起 站在无双营队伍的最前面 目光冷冷地扫向无双营战士们 淡淡地道 具体该怎么做 我想不需要我多说了 你们都懂得 谁要是输了 奖金不但没有 我会给你们进行特别培训 让你们充分体会一下 什么叫地狱 都明白了吗 原本因为知道奖金要拿来抵仗 导致情绪不算太高的无双营三千战士 一听上官菲儿这番话 顿时一个个精神抖擞 上官菲儿这招都不知道用了多少次了 但却屡试不爽 他可不是说说而已的 而是真的要做 那些真正体会过 上官菲儿特训的无双营士兵们 早已将总教官那无比彪悍的 地狱式训练广泛传扬 在无双营 相貌最美的上官菲儿 却有着女杀神的绰号 那可不是白叫的 远处 上官菲儿在暗中注视着自己的妹妹 眼看着上官菲儿那位依四射的样子 他突然有些羡慕自己的妹妹了 尽管 他是浩渺宫的继承人 但是 他却从未体会过 像上官菲儿这样的成就感 此时此刻 他已经有些期待 在菲儿回转浩渺宫的那段时间中 自己顶替他出任总教官的日子 自己一定不能比妹妹做得差了 此时 神机已经骑着高头大马 来到了两军阵中 无双营与第七军团重装步兵师团约战 即将开始 我宣布战斗方式与规则 双方以近战形式进行比拼 不得使用任何武器 不得杀伤对手 时间为一个时辰 最终哪一边能站着的人更多 哪边获胜 这个规则再简单不过了 毫无疑问 重装步兵师团一上来就占据了绝对优势 他们的总人数要超过无双营一倍 最终站着的人多算获胜 他们已经有了五千的优势 而这个比赛方式可不是神机想出来的 而是华峰自己提出的 毫无疑问 他直接就将无双营摆在了一个极为危险的地步 否则的话 下注的人也不会那么多了 要只是五千对五千 哪还用得着狂战 乌金两族出战 没有人相信无双营会胜 原因很简单 这些无双营战士 除了新来的两族以外 本身都是出身于中天帝国北疆 各个大营之中 不过是一群兵痞而已 他们或多或少 都是在军营中犯了错误 才被发配到痞子营的 周维钦这所谓的无双营 成立至今都不到一年时间 对于无双营 可以说绝大多数人都没什么了解 知道最多的神机 也只是知道他们的剑法训练的 似乎还可以了而已 但要说近战 重装步兵师团中 都是数一数二的 又是一两对一 无双营兵什么能赢得了他们 是个军官就会练兵 只是手段不同而已 练兵不到一年 就算是手段再出色 也不可能让士兵产生制的飞跃吧 先入为主的观念令 观战的西北集团军军官们 看着无双营 多少都带着几分不屑 只等着去收钱了 看着无双营 怎么来进行赌注的对付 可惜 他们并不知道 周维钦为了无双营 砸了多少钱进去 单是制作凝形卷轴 所耗费的资源 就价值数千万金币了 用以奖励的金币数量 也是相当不菲 再加上装备上砸下的金钱 可以说 无双营绝对是最昂贵的一支军队 有的时候 砸钱就是制变的关键 神机宣布 完了双方比赛的方式 两边也开始列阵 阵型很简单 近战嘛 双方都是在平原上一字排开 阵容整齐的重装步兵士团的士兵 就像是一座座钢铁堡垒一般 浓浓的肃杀气息中 他们早已跃跃欲试 上官菲尔冷静地站在那里 陈声道 对方师团长交给我 大家各自为战 奏翻这些铁罐头 比赛开始 神机在远处大喝一声 凭借着他八诸修为的天力 声音远远传去 重装步兵士团 不愧是精锐之师 伴随着神机的一声令下 一万人 迈开整齐的步伐 带着铿腔脆响的甲咒碰撞声 一步步朝着无双营这边逼近过来 他们没有跑 毕竟身上有着沉重的甲咒 但是 这么一步步向前迈进 所带来的压迫力 却是更加强大 给人一种泰山压顶的感觉 毫无疑问 重装步兵士团的气势 也会在这不断前进中膨胀 反观无双营这边 伴随着上官菲尔一声令下 全体五千人 已经朝着重装步兵士团方向 发起了冲锋 没有阵型 没有章法 五千人 就是五千个个体 迎面狂奔 原本排列整齐的战阵 一下就散乱了 看到这样的情景 关战的军官们 险些笑出声来 在战场上 什么最重要 阵型 纪律 只有另行禁止 在大规模的战斗中 才能更容易击溃对手 此时重装步兵师团 排列着整齐的阵型 而且又是如此密集 无双营这种散乱的去冲阵 不是自寻死路吗 但是 很快这些军官们的笑容 就凝固在了脸上 双方大军开始了碰撞 上官菲尔一马当先 他前冲的速度最快 目标直指 对方那体型格外高大的师团长 就在不久前 上官菲尔的天力 终于突破到了七株境界 一样 可是 千万不要忘记 他可是出身于浩渺宫 并且有着一遍双体珠的强者 上官菲尔最擅长的 可不就是近战吗 轰 双方的第一个碰撞 就出现在了上官菲尔 和重装步兵师团长奥尼这一处 奥尼早就有些迫不及待了 在他眼中 小小无双营 竟敢向他们发出挑衅 简直就是自寻死路 眼看对方冲过来 他也是大步跨前 这场比赛完全是比拼近战能力 事先神机都已经吩咐过了 双方的天珠师也好 玉珠师也罢 都不允许使用任何踏印 凝形能力 只论近战 以避免不必要的伤亡 毕竟大家都是友军 第164章 阴笋 年坏 中 眼看着冲向自己的 竟然是个英姿飒爽的小女孩 奥尼气的鼻子都歪了 不过 当上官菲尔离得近了 他却发现有些不对 因为他清楚地看到 隐藏在上官菲尔甲州内的体珠 似乎数量上有些不对啊 不过 在这个时候 他也来不及多想 身为师团长 又是整个重装步兵师团的第一强者 在这个时候 他自然要先给对方一个下马威 战场上无父子 虽然对方是女人 他也没有留守的打算 上官菲尔的速度太快了 奥尼的心理变化 刚刚出现 他就已经到了境前 右手张开 直奔奥尼咽喉处抓去 奥尼宁笑一声 左手闪电般抬起 挡向上官菲尔的手臂 右拳直击 强横的天力透拳而出 他的体珠属性是力量 这一拳轰出 天力已经运用了八成以上 务必要一击克敌 好大仗几方士气 上官菲尔眼中 流露出一丝浓浓的不屑 身体只是微微一侧 在这一刻 奥尼看到的是 上官菲尔整个人 竟然像是扭曲了一般 他那充满了强横天力的一拳 竟然有些有力无处使的感觉 只是眼前一花 上官菲尔那抓向他咽喉的手 就从一个不可思议的反关节位置 反手抓住了他 轰出那一拳的手腕 紧接着 相当丰富地 立刻催动起全身天力 浓烈的天力波动瞬间爆发 凭借着天虚力境界的修为 就要依靠着天力 加上这一身厚重的铠甲 阻挡上官菲尔的攻击 与此同时 双手全面发力 向内合拢 想要抱住上官菲尔 他倒是没有什么龌龊想法 只是想要克敌制胜而已 可是这一下 却激怒了眼前这位小魔女 在上官菲尔心中 除了他的小胖 谁有资格抱他 一拉一拽 奥尼只觉得手腕上一阵剧痛 他骇然发现 上官菲尔的手指 竟然如同铁钩一般 就那么轻而易举地抓破了 他手臂上的甲胀 呈现为螺旋状的天力 硬生生地破掉了他 护体的天力 紧接着 他就看到上官菲尔的身体跳了起来 奥尼合抱的双臂同时一马 他能看到的 只是上官菲尔最后一个动作 膝盖狠狠地撞击在了 他胸口的重砍护心境之上 轰然巨像中 奥尼的身体 已经如同炮弹一般飞了出去 穿着那么厚重甲胄的他 竟然被上官菲尔这寒怒一击 直接轰出了二十码开外 这还是上官菲尔有所保留 分散了攻击的力量 否则的话 这一下就能轰碎他的胸骨 双方交手的速度 实在是太快了 从远处看去 就是无双营这边冲出一人 与那重装步兵师团 最强的师团长奥尼 碰撞在一起 只不过是一次呼吸的功夫 奥尼就已经被轰飞了 这也是为什么那些官战军官们 一个个张大了嘴的原因 他们完全无法想象 局面居然会急转直下 变成了这个样子 奥尼可是奇珠修为的天珠师啊 没等他们反应过来 双方已经真正地站在了一起 无双营都是些什么人 绝大多数都是好战分子 当初在军队中 可以说是一个好东西都没有 无双营的连场无损胜利 已经充分培养出了 他们必胜的信心 这挑选出的三千人 全都是无双营中最精锐的存在 包括最初的一千五百老兵 这些日子以来 老兵们的修炼都格外刻苦 体珠师修炼又不像天珠师那么困难 或多或少 他们的天力都有了不小的进步 更何况在这些人之中 还混杂着各个大队的大队长 中队长们 每一个是好对付的 就像是两道钢铁洪流 悍然撞击在了一起 但是 结果却和所有观战者预判的大相径庭 放眼望去 重装步兵师团 果然就像是一个个铁罐子一般 被轰飞 几乎只是眨眼的功夫 就有几百人像奥尼那样 被撞击地飞了出去 而无双营这边 竟然完全无损 在这种进战中 力量远比技巧更加重要 因此 表现得最为彪悍的 就要数刚刚加入无双营的狂战 乌金两族战士了 狂战族先不说 那乌金族女战士们 简直就像是战神降临一般 他们的平均体重 都超过600斤 就算是不穿甲骤 也要比穿着甲骤的重装步兵 要沉上许多 之前他们 在面对狼骑兵和独角兽 骑兵冲锋的时候 在自身没有 衬手武器装备的情况下 都能承受住 对方一波又一波的攻击 一直坚持到周围青 带领援军赶到 可想而知 他们的进战能力 有多么强横了 乌金族女战士的 战斗方式很简单 不论对面的重装步兵 如何应对 他们都是一个动作 加速狂奔 沉坚 撞击 动作简单 但却极其有效 那最先被撞飞的重装步兵 大多数都是出自他们这边 狂战一族 也比乌金族不逊色什么 论体重 他们可能差一点 但论战斗能力 他们却更加强悍 狂战族人 一向以好战和战斗中的疯狂 而著称 在进战中 他们能够施展出一种血脉能力 名叫狂化 狂化后的狂战族战士 皮肤会变得比金属还要坚硬 而且力大无穷 绝不逊色于乌金族女战士 更是感受不到疼痛 徒手战斗 他们甚至比乌金族更擅长 那一个个身高至少两米开外的狂战族战士 在面对重装步兵的时候 只见一个个重装步兵那么沉重的身体 居然就那样被他们举了起来 再狠狠地扔出去 至于重装步兵的攻击 他们根本就不防御 任由对方砸在自己身上 连个印记都不会出现 和这两个擅长近战的种族相比 尽管无双营战士们都身穿甲咒 而且都是御珠师 但在近战中的效率 就要有所差距了 这完全是身体上的差距 但是 这并不意味着他们的战果就差 跟上官菲尔学了这么长时间近战了 他们的实战能力绝对有了值得飞跃 再加上他们每个人都是御珠师 在天力注入之下 就算对方都是精挑细选的大力士 身上又有着厚重的甲咒 却也丝毫占不到便宜 无双营这边高手数量极多 遇到对方那些营长 中队长之类的 立刻就有无双营这边的大队长 中队长营上去 局面依旧是一面倒 抽搐这个词是形容一种病态表现的 而此时 将这个词用在西北集团军 那些将领们脸上一点都不过分 他们的脸部肌肉 几乎是不约而同的都在抽搐着 谁能想到 这场比拼竟然会呈现出如此情景 只不过是正面碰撞的几分钟之后 重装步兵师团的战士 就像是戈麦子一般一片片地倒下 没错 重装步兵在战场上确实威力惊人 但是 铠甲那么厚重的他们 只要倒下了 再想要站起来 可就不容易 更何况 他们遭遇的打击 都是相当沉重的 反观无双营这边 至少有二 三十个修为及其强横的高手 在重装步兵师团那边肆虐 他们几乎每一次出手 都至少会有一名重装步兵倒下 而且 直到现在为止 无双营这边 出了少数几个普通战士 碰到对方中队长以上级别强者的情况下 被打倒以外 几乎没有什么折损 就算是那些被打倒的人 也是迅速跳起来 唯恐被上官菲儿注意到 他们身上的甲咒虽然轻薄 但论防御力 那可是一点也不比对方的厚重铠甲差 那可是太合金青铠啊 只是一会儿的功夫 上官菲儿就收手了 因为这场比赛 已经毫无悬念 结果只有一个 那就是 顽虐 比进战 和一群全都是玉珠师 或者有着种族血脉优势的战士 比进战 换了万寿帝国一个师团过来 无双营都不怕 神机目瞪口呆地看着眼前这一切 不知道什么时候 华峰骑着马老神在在地来到了他身边 低声道 神机军团长 您看 这场比赛是不是可以提前结束了 要是把重装步兵师团的信心都打没了也不好 而且 他们毕竟还要配合我们 在战场上展开行动 大家都是有军嘛 总不好关心到的太疆 神机回过神来 听着华峰嘴上的风凉话 他真想把这个家伙暗倒在地 狠狠地蹂躏一番 这是典型的 得了便宜 还卖乖啊 怕打击重步兵师团的自信 无双营那些士兵们 一个个如狼似虎的 就算是倒在地上的重步兵 他们都骑上去狠揍 这还叫怕打击人家自信 哪有半分手下留情的意思 就像是生死大敌似的 住手 都住手 神机将天力全部注入到自己的声音中 远远传去 重步兵这边是助手了 他们完全都被打猛了 可无双营这边 却依旧打得热闹 哪有半点要停下来的意思 还是狂战和乌鲸两族战士比较厚道 听到这边神机的声音 先停下手来 第164章 阴损 粘坏 下 别说是对手了 就连他们看着无双营这群家伙的战斗方式 都有些胆寒 那绝对是完命网要害招火 而且大多数都是针对对方下三路 导致现在很多重装步兵 都是蹲在地上 双手护住下方某个重要位置 头都不敢抬 那样子是要多狼狈 就有多狼狈 事后 重步兵很多战士 都产生了心理阴影 虽然他们的某些部位 有厚重的甲咒保护着 但他们一检查自己的铠甲时就发现 绝大多数重步兵战士 甲咒损坏最严重的 都是那一块 这要是再下手重一点 恐怕这辈子就做不了男人了 华峰营长 赶快让你们无双营的人助手 神机有些气急败坏地说道 神机军团长您下达命令的速度太快了 我这人反应慢 没跟上 好了 大家都住手吧 华峰可没神机那么大声音 因此 他足足喊了几遍 最后还是上官菲儿在战阵中 又喊了几嗓子 无双营这群痞子 才心不甘情不愿地停下手来 平时他们练习近战 都是针对伙伴 虽然也打得热闹 但要随时提防被报复 这一打外人 他们那股狠劲 可就完全发挥出来了 双方停手 不知道多少下巴 因为这一战而脱旧 那些西北集团军的军官们 一个比一个脸色难看 钱啊 输了多少钱啊 好些人都压上了自己几个月的军饷在上面 最惨的 自然还是重步兵师团这些人 不只是输了钱 还被狠揍了一顿 身上铠甲多处变形 以至于在很长一段时间 他们一提起无双营 都会哀嚎一声 无双营那群混蛋不是人啊 神机军团长 您看我们之前的赌约 华峰好心好意地提醒着 神机 此时已经冷静下来许多 虽说输得极其没面子 但他冷静下来后 心情却并不算差 虽说输得 是他第七军团的王牌主力 但不要忘记 论编制 现在无双营 也是属于第七军团的 这样一支禁旅 到了战场上的威势绝不会弱 让他们和重步兵师团强强联手 似乎也不是什么坏事 我输了 一切就按照当初我们赌约锁定 不过 重步兵师团那边 我还要做做工作 华峰微笑道 那就麻烦神机军团长了 军团长请放心 在战场上 我们无双营 一定不会让你失望的 神机看着华峰 眼含深意地道 希望如此吧 说完 头也不回地走了 和这些痞子打交道 实在不是什么令人愉快的事 这个代理 营长华峰 绝对比周围卿更加难缠 周围卿很多时候 明面上还是过得去的 可这华峰捏捏捏捏捏的 自己要是再不走 说不定他又想出什么坏主意 把自己给绕进去了 经此一战 吴双营在西北集团军名声大噪 虽然惹来了无数敌人 几乎被集团军 所有编制的军队所敌视 但却没人敢来挑衅 在神机一再地做工作之后 伤势不清的奥尼才 终于同意 带着重步兵师团 辅助吴双营 可神机却并不知道 正义辅助不要紧 自己这个主力王牌师团 直接就被吴双营收买了 华峰的捏换 阴损神机 估计还是十分不足 尤其是他身边 还有个狗头军师穆恩的情况下 就更是如此 穆恩和红玉终于相认 虽然穆恩确实是顶着两只熊猫眼 但红玉终究还是没将他狠揍 原来 年轻时候的穆恩和红玉认识 在特殊的情况下 穆恩一不小心中了淫毒 红玉舍身相救 才成就了这一段情势 穆恩接受不了啊 他郁闷 人家遇到这种情况 都是美女相救 可他碰上的 却是这个自己身高 还不到人家命令位置的标形大妞 没过几天新郎生活 他就跑了 可谁知道 红玉竟然已经有了身孕 也就是后来的乌鸦 据红玉说 乌鸦的身材 之所以比不上自己 就是因为穆恩太矮了 刚见到乌鸦的时候 穆恩就有些别扭 老实了许多 他虽然不知道 乌鸦就是自己的女儿 但却联想到了红玉 对红玉 他心中是有很多愧疚的 这次乌金族来头 再遇红玉 穆恩心中百感焦急 但他又谁都不敢说 一时间不知道该怎么办才好 他还是决定偷偷去看看红玉 结果却正好碰到红玉在洗澡 还被抓住了 尽管多年不见 但对于自己一生中唯一一个男人 哪怕是戴了面具 红玉也是认了出来 穆恩在短暂跑了不久后 终于还是被红玉抓住了 一幕驯夫即是免不了的 最终穆恩如何过关 再无双赢 甚至是天公赢 这都是个秘密 穆恩是打死也不肯说的 红玉现在天天都跟在他身边 唯恐自己好不容易找回来的丈夫再跑了 穆恩现在也是认命了 毕竟他心中对红玉充满了愧疚 多年后再次见面 他已经不再年轻 也比年轻的时候成熟了许多 有了妻子 有了女儿 虽然彪悍了一些 但至少他终于有个家了 老无赖 你这招太损了点吧 华峰看着已经摘了面具 露出一副清零面容 绝对算不上丑的穆恩 没好气地说道 穆恩哼了一声 道 损 这是为了我那宝贝徒弟着想 我们这些人终究还是少了点 一个送上门的众部兵师团 为什么不要 华峰眉头微皱 可是 将来我们能带着走吗 穆恩嘿嘿一笑 道 没事 不过一万人而已 别忘了 菲尔那丫头 是什么身份 要是没有厚渺宫这个背景在 你以为为亲那臭小子 能够在这么短时间 就混得风生水起吗 华峰嘴角处 流露出一丝微笑 那就这么定了 这件事你具体操控吧 话说啊 穆恩 嫂子还在门口等你呢 你是不是该回去了 时间可不早了 穆恩顿时愁眉苦脸起来 老大 让我再留一会儿吧 我这一把年纪了 经不起折腾 你也知道 他那体重 太恐怖了 华峰翻了个白眼 道 笨蛋 你不会在上面吗 穆恩苦笑道 那也不行啊 你知道的 男人最希望女人喊的是 我要 最怕女人喊的是 我还要 他这如狼似虎的年纪 又这么多年没见了 我的老妖啊 哈哈 华峰暴笑 看着穆恩那 一脸无可奈何的样子 他笑得前仰后合的 笑个屁啊 惹极了老子 哪天 我也给你弄点药 然后让小草给你解毒 呵呵 你等着的 穆恩气冲冲地走了 至于他的腰 能不能坚持下来 或者说 红玉会不会联系他一点 就不得而知了 火灵山 火灵山坐落于 万寿帝国深处 距离万寿天堂很近 在火灵山附近五百里内 基本上没有寿人居住 火灵山附近 虽然温度不错 但是 这座恐怖的火山 却总是不定期爆发那么一下 不知道吞噬了多少人寿的生命 因此 就算是没有万寿帝国皇室下达的命令 也没人敢住在这附近 寿人再彪悍 也不能和天威逞强 一团青光 从天而降 落在火灵山脚下 青光徐徐散去 露出了两道身影 正是龙氏牙 周围亲师徒二人 两天 只用了短短两天的时间 他们就从西北大营赶到了这里 这份速度 实在是太惊人了 这两天 周围亲飞得那是相当爽 在飞行过程中 他的身体 一直被浓厚的风暑性天力包裹 再加上龙氏牙的指点 对于风暑性天力的应用 他又有了不小的进步 凭借长时间飞行赶路 周围亲太羡慕了 两天啊 数千里的距离就这么过去了 这要是自己以后 也拥有了这样的能力 岂不是大路随处可去吗 龙氏牙不愧是散修第一人 带着周围亲一起飞 两天下来 周围亲从老师脸上 也没有看到任何疲倦的痕迹 这就是天地 逆天级的存在 眼前这座火灵山 很容易给人留下深刻的印象 之前从空中就能看到 虽然这只是 一座单独的山峰 但占地面积极大 而且 山体竟然呈现为赤红色 距离还很远时 就能感受到 滚滚热浪袭来 此时虽然还没有进入冬季 但在北江能够感受到 南方剩下的温度 恐怕也只有这么一个地方了 火灵山顶烟雾缭绕 甚至能够看到 大片水波扭曲一般的样子 那里的温度可想而知 龙氏牙看着周围亲 正色道 围亲 你可想清楚了 一旦开始 就不能中途停止 不成功则成人 从老师内心来讲 是不愿意冒这个险的 循序渐进的话 将来你的成就 一定会在老师之上 周围亲苦笑道 可是时间不等人啊 大丈夫有所为有所不为 要是连自己的女人都保护不了 就算将来我修炼得再强大 又有什么意义呢 老师 您放心吧 我还有那么多事没做 绝不会死的 而且我这么怕死 就算痛苦再强 又怎么舍得放弃呢 龙氏牙无奈地摇摇头 你这小子 走吧 你要谨记一点 有我在 你的生命是绝不会有问题的 不论多大的痛苦 都必须撑过去 不论 那么多事 现在我也想要 判断了